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是吴伟林 威廉·吴 我是 Compton School District Police Department的警长 Police Chief 我的故事就是像那时候1980年 我们家从台湾移民来美国 我那时候八岁 我爸爸说来美国念书啦 工作啦 机会有比较多一点 然后在美国发展他觉得是比较好 所以我很小八岁的时候来美国 那时候上四年级 然后过了两年要学英文 虽然在台湾有学了一点 可是来美国还是要接上去 所以那时候也上叫做ESL 现在是ELL English Language Learner 然后上完以后 上到高中毕业 去上大学 大学那几年里面有几个朋友 他们去那时候就 90年的初 他们做警察 然后回来很 就是他们很高兴很 excited 说他们有在美国做警察 这两个也是东方人 所以那时候就有点好奇 然后就觉得说 因为小孩子 男孩子嘛 小时候都是想说做警察 做牛仔 做什么冒险的 比较精彩的东西 所以大学毕业以后 我上警校 可是那时候我是独生子 所以我妈很 就觉得说 怎么讲 不同意啦 不喜欢我做警察 因为我是独生子 然后也是 那时候她觉得太危险 在美国做警察太危险 所以做了警察一段时间 可是 我就 就去上法律学校 然后考了律师执照 做了律师三年 做了律师这几年 我觉得很不高兴 觉得没有意义 所以 那时候我就跟家人讲说 你们要求的我也做了 所以 我现在想做 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又回去做警察 做警察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 还是有保持我的律师执照 所以 他们觉得说 有这个背景 有这个警察跟律师的 教育跟经验的话 也可以去做人事部 因为人事部也很多需要 法律的了解 所以 那也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 又回去做了警察 现在 我现在在Compton已经 现在是第11年了 我从 2013年开始在那边做 然后做到现在 所以现在是那边的警长 那时候 我1994年上警校 1994年那时候 还是没有很多亚洲人 也不要说中国人了 亚洲人都没有 很少做警察的 然后 我有一个 警校有一个教练 他也是中国人 他做了警察做了蛮久 有一天我们上课 那时候我们 开始的时候是60个人 然后一直 就是 drop out 就是 从60人开始 然后变到39个人 他有一天 把我拉到旁边 跟我一个人谈 他说 你是 亚洲人 第一 第二 你的身材 个子不是很大 你在外面现在这个情况 这个年代做警察 会比较困难一点 因为 你个子也小 然后也是亚洲人 所以很多人会 觉得你大概会好欺负 所以你不管怎么样 你要记得 你要做的 比别人做的都要好一倍 都要多努力一倍 你才能够做得了 你要做这一行 要做下去的话 一定要这样子 所以我就 从94年 他这样跟我讲 我就一直记得 所以没有想说 就每天上班 做寻我 然后别的没有想 我就想说 一定要做好的 一定要多努力 出去多抓坏人 多努力 多去跟老百姓接触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中国人也可以 在美国做警察 也做得可以跟人家一样好 还比人家更好 因为我们可以 那时候 亚洲人也搬了 在我们这边洛杉矶区 Montry Park 这边也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那时候也比较多需要 会讲国语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我可以帮助我们的 华人的这个社区 所以就从那时候94年记得 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所以我能够怎么样帮助 帮助所有的老百姓 尤其是很多像我们刚移民来的 英文讲的不太顺 或者觉得说怕警察 或者不知道怎么跟美国警察 问话怎么样沟通的话 我都可以 我都很高兴 你希望可以帮忙 所以就像我们像我刚说 刚开始时候我做的时候 中国人的警察真的是很少 尤其是会讲国语的中国人更少 很多是像美国长 美国生的或者美国长大的 中国人有去做警察 所以他们的文化 也沟通不了 然后他们的想法也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说 我有一个了解中国社会跟我们可以讲国语的非常非常少 所以那时候我做警察 也有我常常有发生嘛 他我那个警校的那个教练说的也是对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个子很小 然后也是新的警察 所以抓人的时候 有被人家挑战很多次 想他们觉得说 大概看我又新 然后个子又小 应该好欺负 所以他们会想找我 想挑 想跟我们打架 就说这个警察大概打不过我们 或者这个警察可以把他吓跑 所以那时候就要想一想 就说不能让人家欺负 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穿制服也是一样是警察 所以不管怎么样要做的 要做的跟所有警察一样好 然后还要让大家看得了 说就算我们是中国人 你不能小看我们 我同事那时候他们也有很多 就是没有东方人啦 我的同事 因为我做了几个警察局 里面很少有同事是东方人 更少是中国人 所以他们都会 互相也是这样子 做警察 做军人 做任何的工作 别的你的同事啦 都会是说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跟他们一起做 看你做得够不够好 所以他们也会 每天都会看着你的表 表示说你出去的时候 可不可以让他们靠你 因为我们做警察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工作 普通office工作 你人家靠不到你的话 就是什么东西没做完啦 或者什么老板要的没做 没有交到啦 我们警察如果失败的话 可能就有生命会失去 老百姓的或者你同事的生命都会失去 所以他们看着你是非常觉得说 我这个人我可不可以靠他救我的命 或者我可以被靠他救老百姓 所以压力是很大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有自信 因为想说你不要看我是外表是什么样子 我的心里想说反正我是要决定了做警察 在美国做警察我就是要做的跟你们做的一样 要做的比你们好 所以你们不要看我外表 反正就是看我表演 我能够做 你能相信我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做上去升级 然后那时候 做了反正做了蛮久了以后 就是有这个机会去Compton他们需要一个警察 然后说看我的教育跟背景的经验 他们就说你要不要申请看看 所以我申请了 然后interview考试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机会做警察 然后我这样子11年了 我觉得他们那边都蛮 大家都不会像说看我是中国人 就第一就是觉得是从中国人那边来比 他们觉得就说这是 有教育有经验的人来这边做警长 他们也觉得可以帮助他们很好 所以我也很感恩他们给我这个机会 在那边做警长